就是视频中这个把金服棒舞的潇洒帅气的孙悟空 他不仅是全网模仿孙悟空最像的人 而且还是一个调皮搞笑的孙猴子 他把孙悟空的调皮捣蛋演绎的淋漓尽致 看他的视频能让你从开始笑到最后 偷玩具店的玩具 偷吃超市的辣椒 直播后被摇 去理发店剪头发 被网友评论到 真的孙悟空都没你会玩 不仅如此 这个泼猴去服装店买衣服 试完就想跑 结果 在商场里偷喝女孩的水 喝完被发现后就想开溜 最后 去游戏厅看到一个小姐姐在唱歌 就偷偷去吓唬她 把小姐姐吓得一机灵 尝到整人的甜头后 这泼猴又想去吓别人 不过这次却遇到一个壮汉 结果被胖揍一顿 给扔了出去 果然这泼猴一天不爱揍 浑身就难受 这个泼猴究竟还有哪些搞笑的故事呢 今天小旭就带大家走进孙猴子小飞的搞敲之路 小飞500年前出生在江苏无锡的小河边 出生之后就在山里收获了一群小弟 不过这个孙猴子却不喜欢大山里的生活 就跑到城市里面玩耍 去商场里买鞋子 被服务员说倒脚怎么这么臭 于是自己就闻闻 结果就被自己的臭脚给熏冤了过去 毕竟500年没洗脚了 可以理解 看到路边一个快递小哥 因为时间不够而着急时 这个孙猴子就想帮他送快递 拿着快递一冒烟就消失了 只是快递小哥好像还没告诉你地址吧 除此之外 这个泼猴还喜欢干假 看到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时 这抱脾气立马就上来了 直接扭打在一起 结果俩猴都被送去了医院 在医院里碰面了 于是 真假美猴王见面 绝对是份外眼红 这俩猴每天不是在干假 就是在干假的路上 就联络人都拉不住 除了调皮搞笑 小飞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耍起金库box也是潇洒如风 对西游子也是情有独钟 还用一个视频来致敬经典 大家知道是哪一集的故事吗 不仅如此 他还接了扶哨商演 现在的美猴王小飞也是一名大网红 日子过得潇洒滋润 完全忘记了在山里的一群小弟们